第38题 38题到40题是题主 右图是阿若 从科技杂志上查阅到 100公克的某物质 加热时间与温度的关系图 是回答下列38到40题 第38题是问 假如阿若想要以一支自制的温度计 来重测此物质的加热时间与温度关系图的实验 而下表是两种不同一体的熔点与废点的资料 则他应选择哪一种液体作为温度计的材料 实验才会准确 我们看到我们的实验的温度开始的时候是10度 那么我们要用液体来测量这个温度 那表示我们的熔点要比我们的10度它来的低 那它表示它是融化了变成液体了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假液体跟乙液体 它们的熔点是0度跟-25度都在10度以下 所以对熔点而言它们都是液态的 已经是可以用的 它最高测到50度C 那么也表示说 它到50度的时候必须仍然是液体 它的废点要高于50度C 那么假的废点是200 你的废点是150 也都高于50度C 所以对废点而言 这也是可以用的 也就是说 假以两个液体都能够在实验过程中 保持液态的状态 透过液态的热胀冷缩来测量温度 所以两者都可用 第38题问我们说 要用哪一种液体来做温度计的材料 实验才会准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两者皆可 这种液体来做温度